风流张铁林 三个孩子三个妈 一个不养 而女亲妈连手将来起诉她 是还珠格格里大家熟悉的黄阿玛 大块头 大嗓门 大眼睛 是她的特征 吹胡子 瞪眼 夹带着粗狂的笑声 倜傥风流 四处留情 被私生女子薇找进攻 剧中的黄阿玛表情让人记忆深刻 一身龙袍更是气场十足 想必大部分人跟小编一样 因为还珠格格里的黄阿玛 而熟知张铁林 张铁林也凭借着黄阿玛这个角色 一夜成名 而现实生活中的张铁林 情史比这部古装戏还要丰富多彩 在电视剧里 他是嫔妃相拥 子嗣众多的皇帝 在现实中 他却因私生活混乱 绯闻缠身 大家好 这里是老哥聊一宿 每天为你更新精彩的人物故事和八卦 为了方便 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7年出生的张铁林 初恋是高三的一位女同学 时隔四十多年再提起他表示 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恋爱 1978年 张铁林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上大学的时候 他与张艺谋 顾长卫等人都是一届 张铁林还真是娱乐圈老一辈的演员里 为数不多的高学历 不得不说 张铁林那时的运气是真的好 还为毕业变成了当红小生 上到大二时 火烧原名媛 垂帘听政等电影找上了他 与他搭档的是当时顶级流量明星刘晓庆 八十年代张铁林已经小有名气 他到上海参加电影大桥下面的拍摄 搭档过当时最火的女明星龚雪 据说和龚雪还过一段恋情 只是多彩的陈光拍摄完后 龚雪去了美国 恋情没了下文 其实早于还珠格格 在汉宫飞燕中 张铁林就成功地饰演过皇帝 1987年 张铁林赴英国留学 就读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 并且还拿了导演专业硕士文凭 他拍摄的短故事片 外国人获得了英国学院奖 在英国待的这几年里 三十岁的张铁林 选择了加入英国国籍 这期间 他认识了一个波兰裔姑娘 后来成为了他第一任妻子 婚后两人有一个女儿 名为张月亮 结婚一年后 女儿刚一岁 由于文化和习俗的差异 这段跨国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女儿跟着妈妈在英国 而张铁林独自回到中国发展 张月亮是张铁林 唯一主动公开承认的女儿 张月亮自幼不在张铁林身边长大 和张铁林很生疏 加上不会说普通话 女儿一年也难得回北京一两次 1993年 回到北京的张铁林 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的 大二的校花侯俊杰 侯俊杰和徐静磊是同班同学 在90年代 她可是红极一时的女明星 当年她在代表作《杨贵妃后传》中 饰演一代美人杨玉桓 仅仅三个月 40岁的张铁林公下 比她小17岁 仅23岁的侯俊杰与她同居 通过侯俊杰的穿针一线 张铁林被介绍去了 环珠格格剧组饰演的黄阿玛一角 1998年 环珠格格播出 张铁林火遍大江南北 同时 侯俊杰也意外怀孕 当张铁林得知 侯俊杰怀孕之后 逼其堕胎被她拒绝 在生活中 把自己活成了黄阿玛的模样 在法提麦雅奇 还是一校学生的时候 她去探班 环珠格格被张铁林注意到 之后张铁林邀请她一起 在聊斋先生和大清药王里 扮演迎评夫妻 自此勾搭上了女演员 法提麦雅奇 被称为回族的第一美女 两人在剧中是夫妻 在生活中也极为暧昧 值得一提的是 雅奇比张铁林小25岁 在她勾搭上了女演员 法提麦雅奇的期间 而这时的侯俊杰正在怀孕中 法提麦雅奇 一度将张铁林 当作结婚的对象 对她言听计从 随着交往的加深 或许是见识到了 她渣男的本质 法提麦雅奇选择了 及时退出 1999年4月 侯俊杰为张铁林 生下了他们的女儿 男男 张铁林跟着还猪格格 一夜爆红后 一天天膨胀起来 竟真的把自己 活成了皇帝的模样 据说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张铁林入座后 竟冲着各路记者 喊了句刺座 张铁林随着名气日盛 对侯俊杰的感情 也越来越差 在2000年的一个夏夜 张铁林参加了一个 私人聚会 竟然在饭局上大放厥词 说侯俊杰是为了钱 才跟她在一起 这句话也让侯俊杰 真正地看清了 张铁林的人品 带着女儿离开了张铁林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孩子同样记一岁 都说人生如细细如人生 张铁林果然发扬了 皇帝的风范 戏外也不甘寂寞 2002年 此时的张铁林 已经是济南大学 艺术学院的院长 又描上了年轻漂亮 身材高挑 上大二 情场老手的她 一个月就与资小敏 确定了恋爱关系 便一起同居 两个后月 资小敏发现自己怀孕了 得到消息的张铁林 便很不耐烦都说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怎么都不能碰的 一碰就出问题 同年12月 资小敏在陕北医院独自生产 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张太阳 同样新鲜记忆过 张铁林就甩锅 一年后两人分手 儿子同样一岁多 但是更大的恐惧还在后面 随着张铁林却越来越火 在儿子六岁半时 这时的张铁林想起 需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 张铁林带着三四个陌生的男子 强行闯入她老家 把孩子带走 随后资小敏也追到了北京 却遇到莫名车祸 将她撞成九级伤残 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年多 至今不能做剧烈运动 而之后的张铁林 却带着女儿张月亮 频频亮相综艺节目 打造自己好父亲的人设 资小敏与侯俊杰 实在忍无可忍 两情人资小敏和侯俊杰 双双联手将张铁林告上了法庭 资小敏讨要儿子抚养权 侯俊杰讨要女儿18年抚养费 对于一位未尽父亲责任 成为被告一事 张铁林曾发声 脏水尽量往身上破旧时 不要伤及孩子隐私 也不要过分难为 这两位告状的女士 毕竟曾经有过一段交往 要钱法庭见 犯不上血光似箭的恶打 给社会舆论添乱是不道德的 法庭上绝情的张铁林 不承认侯俊杰生的女儿 是他亲生 做了两回亲子鉴定 张铁林才无奈地承认了女儿 最终侯俊杰胜诉 法院判决 其支付抚养费198.4万元 但是 资小敏的案子 却一直在审理之中 至今还没有结果 而后听闻 资小敏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与张思夏有什么协议没有 无从而知 在鲁豫有约里 作为铁三角之一的王刚 提到张铁林这位好友也是摇头 说到不靠谱 想不到这样一位老艺术家 私生活竟是如此荒唐 外表看起来一副 文化人样子的张铁林 这样的人说的客气点是比较风流 说的不好听点 那应该就是个人渣了 如今60岁的张铁林 无论在人设上 还是在事业上 终究是遭了报应